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呼吸 我们不要着急 配合着呼吸慢慢地去做 我们反复地坐上几次 会感觉到我们吸进去的气息逐渐变得清凉了起来 我们胸腔的这个燥热慢慢就能下去了 我们再来做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这个动作呢我们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家里躺在床上 坐在沙发上都是可以做的 那我们经常练习呢能够让我们的手指更灵活 我们做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让我们的心经和心包经都能够畅通起来 解决这些手指发麻 手指不灵活的问题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明天再见